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操縱法則的魔王 侍奉王迪亞布羅 由於實況在拍的時候有點小小的刺槌 不過沒關係 依照這個隊伍的打法 臨時通關應該沒問題 以下就是打法的一個示範 詳細的部分 新的攻略裡面會提到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 這時候我們改變目標 就是差啦 露娜 吸血 不能吸忘記了 90%應該是沒問題的 不過天降大家都會 不是只有我 Benson 千萬不要再那個 再說天降武科 不要害我 雖然說我不認識你 但是 你我 無冤無仇的 一邊相報核死掉 是不是 壓血是也OK啦 速度也算蠻快的 只是說 這個風險會比較大一點 我這一隊我打的是穩 速度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 速度應該不會太慢 如果你CD有練過會更快 為什麼這次換先打這一隻有沒有 右邊那隻我才可以開技能 不過應該也用太大 是真的 他們主力的攻擊珠是光珠啊 攻擊力還不錯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我已經打了好多次 薩羅曼 算過了啦 可是我是覺得 攻擊力真的是有辦法弄得出來嗎 剛剛是35分嘛 現在3分鐘就過了 一樣木妹吸 盡快把右邊這隻K掉 左邊啦 左邊啦 想錯了 不是右邊啦 先快把左邊那隻K掉 這時候不要想說 那個光珠不要連5就好了 木珠 連到還是會GG喔 沒錯 有人說排行榜都是 壓血之類的 因為你要快嘛 爆發隊了不是壓血 我連到5顆木珠了 應該他不會死啦 應該 他 這時候為了要節省大家的時間 先我們必須要吃一顆石頭 以表示我的誠意 去死吧 所以大家小心天降 這個90%的機率 看起來還蠻高的喔 知道嗎 吃石頭就是省大家的時間 不要再浪費大家的時間 好嗎 平民百姓 不要擁會打的時間啊 好嗎 這樣我的觀眾會跑去 我跟你說 天降甘霖 天降我的甘霖 你搞我嗎 是不是 打到好朋友嗎 打法給大家看 因為基本上大家 看到這邊前面的打法都知道了 不用再看第三次了 你們看也膩 我轉的也累了 小心天降就對了 像我剛才已經撞兩次天降 Benson這次說了 這句話就對了 記得 要開那個 這一隻 六峰 我已經開了 對了 有lag 我現在看到他講話的時間 我可能已經轉轉轉轉了 什麼 156 為什麼死掉了 忘記吸了第二次血 他奶奶的兇 各位記得吸第二次血 所以我會讓大家看我的影片 其實我剛剛是故意死給大家看的 但是應該沒發現 應該沒有人發現 應該沒有人發現 有人發現嗎 沒有吧應該沒有 沒有人發現 我忘記 沒有開木妹 對啊我也沒發現 然後血越變越少 也不知道 所以血量要算過 被打之後再補回來的血要算過 基本上大家知道的部分就不用再特別弄了 我們直接就是吃石頭給他灌過去 至於我會不會再拍一部上傳 基本上是不會的 平平百姓就是這樣 平平百姓就是這樣 就是死掉了就死掉了 算了 這樣我再拍一部 還沒辦法一次 我已經有了 我基本上是打 打一個就是那個奇蒙子 一種Q啊 Q啊 現在在線的159位玩家 你們你們你們留下來是正確的了 因為後面還是有關鍵的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把關鍵問題處理好 基本上還是GG 我已經到第二關了 不好意思沒有切過來 我補 還沒吸血了 沒關係我們一樣 第三關 吸 沒吸到 我吸 他剛剛提醒說我這個要開 我剛剛是CD還沒到啦 對不起對不起 真的是 我不是不是CD沒到 我剛剛死了一次 對我剛剛死了一次 這時候目標是 看天不天降 應該這麼說 一開始先打沒關係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這時候就不用指定了 因為誰會被打 誰 誰會被打他就自己去指定他了 這對你基本上靠他本身的爆發就可以拿來打了 甚至是不需要 不需要等呂布的CD啦 尤其你們轉珠夠快的 6combo以上的玩家應該 通關就速度會比我快很多 這對是刷穩 不是刷快 但是穩的隊伍來當中他應該算是快 這我抓血量應該大概70%左右 我們看一下70% 減傷之後10902 這個攻擊力要稍微算一下 現在大概70% 這個天降有點可怕 這個天降有點可怕 現在差不多60% 12580 我們等木妹再跳 第三次 這時候先疊 血量有點危險的樣子 我看一下CD4 我們開一針 一針是在幫助 幫助這個木妹 補血喔 不用擔心不用擔心 我們有一針 這五回合可以跟你這樣玩而已 我要光珠 老大來點光吧 刷過來 刷過來 停 好 非常好 還有一回合 就可以再吸一次 吸 吸第三波 我看我們這個計算到底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非常好 我也怕他有問題 這邊不能放這個 我來看一下這個路徑 這應該錯的OK了吧 不要給我天降 有點危險 我已經玩到極限了 我已經玩到極限了 50% 我思考一下路徑喔 靠我的跌出全部都毀掉了 什麼鬼啊 在烤我的平民轉 最後不是這樣烤的吧 一半的血量 一半的血量 因為現在光珠太多 我怕天降乾淋 一COMBO兩COMBO 哇操 這有點 現在有霧息嗎 應該還不到一半 好吧 再跟他玩一下好了 我們算的血量真是剛剛好 這時候要往右邊插 這時候要往右邊插 好 我們來一波帶走 好不好 來吧 沒有沒有畫面沒有壞掉 我現在在想 好 very good 這個3-5COMBO 也可以做到8COMBO 就是運用疊豬的一個技巧 你還不去死 氣死我了 這一關 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大家要留下來 這一關可以看到這個 扣血量 因為他這個會有毒傷 那怎麼樣能夠撐得住 首先輸入我們的血量 15512 經過我的計算 大約會剩下 693.91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 把右邊那隻K掉 也是很好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就是 K掉看看 不行耶 這樣K掉的話 K就K了 嗯 沒K掉太好了 為什麼 因為大家就可以看這個 算的血量有沒有問題 你沒有算過的話 血量這關可能會撐不住 會直接GG掉 對不起我忘記吸血了 所以大家看到最重要的關卡 除了剛剛那關是這關 因為你剛剛那關過了 這關 假如他扣毒傷之後 血量再扣下去 你可能就會GG掉了 不用擔心 我算過了 MISS 想你酒酒 I miss you 愛你酒酒 I love you 沒聽過 劉德華 算了 畢竟大家喜歡的歌手 不一定一樣 142 剛才那個有十幾個玩家 沒看到這邊 他進場一定GG了 一定GG了 這個 當然如果你都練滿等 你可以 你當然是我沒話說 我們先K左邊這支好了 好 血量 這個部分 在下本人用的計算機算了一下 大概是 好等一下我們看一下 看我剩餘血量是多少 我剛沒有出去看 因為大勝的攻擊傷害比較沒那麼好算 他是一個大掠子 然後 以你的血量越來越少的時候 我們先開一下一根好了 這樣看比較準 看看是不是693 我剛沒有出去看 那順序好像不太一樣 不是啦 這一波他才會攻擊 被寡婦這一波才會攻擊 我看剩多少血 7000多耶 是有一燈的關係嗎 因為我算的順序是 先毒傷再被打 所以看起來是先被打再毒傷 我們再看一次 如果是這樣的話 血量要求就比較沒那麼高了 只要能撐住第一關兩隻互打就可以了 因為我是算先毒傷 之後再被黑蜘蛛打 順序不太對 我再看一下影片 應該是先被打再毒傷 應該是先被打再毒傷 對先被打再毒傷 那就好處理了 那血量要求就沒有那麼高了 那血量要求就沒有那麼高了 那所以是第一關 第一關能夠撐住兩隻 一起扁的攻擊力 就可以了 第一隻兩隻一起扁的攻擊力 我們簡單的算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有興趣看的可以先看一下 我們先被11420乘上0.4 就是4568 再加上這一隻 我算他的完全的攻擊力 加上10180 所以14 這邊Key給大家看一下 總血量超過14748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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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原本以為也要撐到15000左右 這樣算一算只要14000左右就可以了 14000多少 忘記了 14748 一起起司 好像怪怪 剛剛第三次我錄的時候花多久時間 這個講解時間沒有把時間算進去 因為基本上 我相信現在 還在這邊看的玩家 他們基本上卡片應該都練過了 再打的話就比較麻煩 因為卡片練過血量要撐 撐到一燈可以補回來一半的血量 更新隊是蠻難的 因為卡片可以升不能降 我就是因為這個問題我才想要研究出這一隊 卡片段練 誰會把鋁布用成小小鋁布 小小鋁布兩隻 再加上的是巨蟹 這麼多鋁布巨蟹 我得不知道 怕變過了 就下一關 這關就不用講了 這關威力就更弱了 這個有看到 現在就是我們唱丘的時候了 這個唱丘在我們台灣的意思就是囂張的意思 因為怎麼轉就怎麼打 就是有點輾過去的感覺 因為應該要指定左邊這一隻才對 他可以幫我們多轉一些光珠 剛剛打太黑皮了 然後爆發我決定 等一下變身的時候我會先丟一波吧 因為王關還會再磨一次 但是你們可以看我通關的速度 這個六十幾萬這個血量一下就可以K掉了 這個影片的話 急迫性來講我可能不後製了 就是 請那個沒有看實況的人 可能要稍微快轉一下這樣 但是 因為現在有在聽我打的人 比較知道重點在哪邊 大勝回避可不可以重疊 他好像是分開計算的 我知道應該是這樣 我基本上不會賭回避率 不要賭回避率 賭回避率 比如說我們可以賭水肥 那隻也是機率 不過應該沒有人要賭 什麼 你難能說我打錯隻了 有嗎 我打錯嗎 好啦好像有啦 無所謂有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那個 基本上打另外一隻會比較好 這是真的 因為我們先打封號 然後這個部分的話 想要快的話 一樣用碟的吧 盡量把光珠留下來 盡量把光珠留下來 這關要小心的就是神偏降 我看我還沒出手 他就已經死掉了吧 我們可以順便試一下這個威力 基本上那個 薩爾麥已經被我殘虐過很多次 我試過攻擊力也是 算蠻強的 這時候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給大家示範一下 看一下這攻擊力到底有多大 有 有 有 這邊要光 有 我盡量在右邊撐一排的方式去做 不然就會像現在這個狀況 就不能這樣 好 不要再天降了 天降哥 一、二、三 大概是這個Fu就可以了 我們來放一下天壘的戰場 露娜記得開 不要像我剛才一樣露娜沒開 當場哭哭 斜轉一下失敗沒關係 因為我們還是有這個8combo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威力如何 可以看到這個大概是將近一百萬的攻擊力 所以這個爆發是很夠力的 因為他血目前有一百二十幾萬 我第二波剛剛沒有把他掃下去 我故意再轉忘記有兩波攻擊 沒關係 這個平民 平民 平民的我常常發生這樣的一個錯誤 這個大家應該也見怪不怪 好 很順利的來到威王 所以這零十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 除非像我一樣 好不好 水火目光暗 自己做 水火目光暗 基本上目前做這個打是就是 小菜一碟 可以看到那個威力非常弱 所以我們還是 老實一點 等那個我們CD到 再來一波送 不過他的血量來講 我們應該會打到 兩波至三波 所以你只要 CD夠短就好 我建議這支放園藝金 園藝金會比較好 因為就多一支光鼠 為什麼我不放 因為我沒有圓藝機 CD十六十四 可以搭配 所以還無所謂OK 光 按 我非常感謝現在就是還會 還繼續留在這個 我們的節目頻道裡面的玩家 基本上看到這時候 你們應該知道我會通關 好 跳起來 盡量做右邊一整排的 好 這邊的話 你做直的話 比較不會干擾到這邊 因為我 我都是被天降害死的 這個是要光嘛 不要天降 光暗 暮 火 這邊水 火 暮 光暗 都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再集個光珠好不好 增加一點威力 不然你要送走它 還蠻 蠻費力的 可以看到大聖的那個破防 我都沒有用到 基本上旁邊那隻蛋是幫你吸血的 所以我沒有用是有原因的 然後可以看到我可以承受不止一次的攻擊 這個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這個部分 這時候就天蠻戰場 我的木 吐血 天降一下 漂亮 這個 這個 非常好的 忘記告訴大家我剛沒開諾娜 又來了 水 有 火 有 木 有 光 有 暗 有 都有 那個在笑的那個好不好 那個不要笑那麼大聲 我不出錢我就不叫是平民百姓 好啦我們補刀一下嘛好不好 這樣也不錯啦 基本上可以兩鍋的要浪費掉了 所以這個 看到 前忍的那個 錯誤就不要再犯了 好 好水 水火 木光暗 都有 好 我們現在就是 做好了我們的攻擊 就在右邊這邊做一個 極CD的動作 如果他要天降我們就不管他就給他天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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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漂亮我喜歡光 我喜歡光 喔 喔 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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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這個 我看這個玩法更新來講最危險的應該就是這個了吧 天降 天降的問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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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要擠個CD而已,有必要這樣嗎? 這個要按住 火珠在這裡 一樣,坐右邊了 我覺得你坐右邊的還是給我添醬 太誇張了 假如用園藝巾現在就可以丟了 可是我用的不是園藝巾 所以現在不能丟 這時候我為了要保持我的珠子是完整的 所以我決定開這個 一燈 水 火 木 光暗 OK 沒問題 這次如果那個熊我還沒開水平天秤的話 我會去裝獎 已經恩賜了 我們看一下威力大概如何 不錯 有沒有水火木光暗呢 水 水 火 木 光 暗,非常好 可是我覺得離的有點遠 要靠我的轉珠 要靠我的轉珠 這樣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都有 有啦有啦有啦 威力還不錯 比鋁布那一炸應該我是覺得快很多啦 比鋁布那一炸應該我是覺得快很多啦 木妹被遺忘了 非常好 謝謝這個 那個 這幾位玩家的提醒 我真的已經 在看疊出看到有點恍神 水 火 好 我們先這個 做一個這個 喔耶,我笑到了 木妹剛剛在旁邊哭泣 有沒有 所以我都不理她 哎呀,天將 我不建議直接 一直做5combo啦 因為 王的血還蠻多的 當然你技術夠好可以一直轉 我說我講真的 技術夠好不用像我這樣慢慢慢慢轉 大概在一波至兩波吧 喔已經疊三了 他會說我剛剛叫你不理我 你現在按我是怎樣 好,盡量光珠可以留多一點就盡量 我們現在缺的是木珠 我們現在缺的是木珠 人消那麼多還不給我木 再來一個 漂亮 好,大概疊出的方式就是用這樣一個方式疊就可以了 好,大概疊出的方式就是用這樣一個方式疊就可以了 不要破壞 水火木光暗 天秤要記得看 木柱 木柱有沒有進去 通關過程到了最後 必須要跟大家說聲抱歉 超過30分鐘 GG的狀況大家都知道 打這關一個關鍵的 非常關鍵的 記得開天秤 好不好 記得開天秤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人的鳥 後面20幾位 那幾位沒有聽到我講的關鍵字 有鳥 有鳥可以拿鳥 所以大家可以去打一場拿鳥 那以上就是這個 不算成功還算失敗 就是成功通關 臨時挑戰失敗的一個示範 給大家參考 對天降 小心天降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賞 好 那個血量的部分記得 這邊部分再提醒大家一下 14748 好了 我們不要不要14748 14750好了 比較有聽 好 14750好不好 大概超過這個血量就可以了 然後第二關的話 小心天降 自爆會GG 第三關這個血量 大概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減傷之後還有一萬五的攻擊力 所以這一半一半左右就要把它GG掉了 關鍵記得開天秤 填層一樣 天秤填層 這邊的血量這個就僅供參考了 這個直接把它槓掉 因為它是先打 後讀 先打後讀 不是先讀後打 所以不用擔心 好 復活變強 就不用解釋了 後面這兩個都很好的 復活變強的話 就先打封後 因為你留下蛋的話 還可以一直幫你轉光 打起來會快很多 所以時間上可以省很多 真的不用磨很久 可以看到我正常打 我打 像我打第一關 三五分鐘去解決 七十幾萬 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算的話 尾王 你要弄五鼠盾的話 要規劃一點時間 這部分比較需要注意 以上是這個通關的分享 看一下 一起去死吧 對啊 所以我說14750 整數一萬五也OK 一萬五也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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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3主動殺得掉嗎 R3 主動 主動計 要爆發 這關要爆發 大概你看 我 這是大略值 因為大勝減傷這個 比較不太好算 我大概用我自己 用個計算的方式去計算 大勝減傷大概打 打下去還有150 096 50%的時候 大概有15000 所以你 盡量血量越高是越好 這邊打都沒有問題 可以看到一開始的時候 我打這支的時候 我是沒有開天平的 可是兩波也幾乎都快要把他KO掉了 所以你假如 這個組隊來講 順便跟大家解釋一下 順便跟大家解釋一下 剛才一開始可能有玩家沒有聽到 現在玩家都跑掉了 大家都跑掉了 阿伯要講完 只要走那麼快就好 不過 相信已經跑掉的玩家 應該他知道怎麼打 這是應該是這樣的狀況 就是你放魔隊 基本上 這三支 1 2 3 1 2 3 這三支要爆發角色 如果你不知道你爆發攻擊力多少 沒有關係 你去打那個 一鋒王 去一鋒王 那邊給他殘虐 你算一下你的攻擊力 有沒有辦法達到大概這個是 我們這50%的血量 大概是60到70萬左右 所以你去打一鋒王 這三支用真傷去打 你試試看 你可不可以打大概六七十萬 如果可以的話 對不對 就可以來挑戰 就可以來挑戰 所以是R3的時候 稍微要注意 注意一下攻擊力抓一下 其實不會很難抓 我是被這隻天將搞死的 這隻 這隻天將搞死 然後記得吸血要開 齁 吸血我剛沒開 吸血多吃一顆 有點浪費掉了 齁 齁 因為我們算是疊兩層 就沒有問題了 齁 基本上整整體的打法 評估過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是為了增加穩定性 所以這兩天 我想辦法把這個隊伍全部都撐到滿等 吃了還蠻多的那個 那個法眼 把它全部K下去 齁 基本上這隻吃法眼 還有這隻吃法眼 還蠻划算的 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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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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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